在上培训课的时候 我看到一段牛被宰杀的画面 非常震撼我的心 原来人为了吃肉 竟然会用这么残忍的手段 来对待痛恶 所以我当下就下定了决心 开始吃素 吃素之后 我又看了很多的书籍跟影片 才知道原来饮食与健康 环保还有护生 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但是一般人根本不晓得 觉得我有责任 来跟大家做分享 当我在各公司行号 机关学校分享的时候 我发现参与我们分享的人 毕竟是少数 我又制作的歌曲 《西爹有声书》 希望让更多的人建立正确的观念 然后加入素食旧地球的行列 推广素食最困难的 就是大家根深蒂固的观念 很难被改变 大家的口语 饮食习惯 就好像绳子一样 把它牢牢给绑住了 因此我们必须提供更多的资料 举出各种的例证 来让它充分了解 这样子大家才容易改变 吃素之前 我曾经胖到75公斤 而且经常腰酸背痛 头昏脑脏 但是吃素之后 我体重降到62公斤 那精神体力都比以前更好 原来苦恼我的症状 通通都不见了 为了帮助大家得到健康 为了给后代子孙 留下一个干净的地球 推广素食这条路 我会继续坚定地走下去